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供更强有力的服务 正如刚才麦克先生说的 Release data power to customer 整个报告我将按人机料阀 管 品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team member 他是经过刘杰老师的data class 然后经过course corporate project 最后是通过了exam 然后interview by Jay Liu then interview by company Mark Chen and then final 其他的一些最后才成功入选team member 在我们的团队里面共有11名成员 分别来自沃代华 Montreux 和Pronto三大城市 我们首先前面刚才已经提到 我们是对当前现存的data platform 进行加载新的技术 这些技术都在基本都在刘老师的数据学院的课程覆盖范围内 这是目前公司现存的组成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将后续为他先后加装以下的新增的部分 增加database 安装SSDT 这是BI的development tool 安装BI service 加装相应的 database 加装相应的 database 最终 生成一个在网上可以用来share report的一个web portal 最后加装SSIS services design并且deploy cube 加装前端的python工具 Power BI 以及Excel 如果可能再加装 access rdbms jet engine access tools attach database access db 在我们进行开始具体工作设计的项目设计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形成一个main idea 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use less data, earn more money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需要把这个目标分化成很多小的问题 在我们的这个模型里面 我们目前设置的是 fund manager fund broker 以及investor investor就是我想应该是麦克先生提的所谓的customer 然后呢还有两个交易机构 stock exchange和bonds exchange 他们在这里面每天发生买卖 我们也称之为transaction 所以我们要想帮助顾客的几件事情是第一transaction decision 就是买 买什么 什么时候买 买多少 why 卖 卖什么 什么时候卖 卖多少 为什么 然后利用计算机的力量 产生自动产生transaction alert 当出现亏程和盈利的时候提醒顾客进行操作 实现这一切我们都必须based on product analysis 就是产品的分析 这也是我们这个系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object 因为transaction就是action 所以我们需要用5W2H方式 对我们的action plan进行管理 产品的分析主要分两个方面 fundamental analysis和technical analysis 这将决定我们后面要收集的哪些数据 最后我们显然要对投资的结果进行评估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设计的performance analysis 从市场角度分析所有的products的returns 从investor角度分析这个人 他的投资盈利情况 他在他的这个投资里面哪个产品 他挣的最多 哪个产品挣的最少 然后他的产品是属于哪个sector 哪个industry 还有从fundamental issue 来分析performance 既然确定了分析的任务之后 我们就需要根据分析任务 建立合适的模型 来提高分析的准确度 以及分析的效率 模型确定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原材料 数据的工作的原材料自然是数据 数据一部分是来自公司内部的数据库 一部分来自外部的数据 这些数据都可以在公共媒体上 公开的媒体上可以查到 这个是一个mutual fund的具体的指标信息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了解 macroeconomy的一个situation等等 industry等等的background data 数据收集完之后 我们不是说全盘照收 我们为了提高效率 我们还必须对data进行pipulation 首先是data数据清洗 洗掉中间错误的不完整的 然后extracted 进行把数据进行组合 根据我们的需要 然后根据我们的平台要求进行transform 最终还可能被部分的数据进行计算 在前面看到的那个交易图里面 现在我们增加了很多数据 这就是收集的数据按照我们的设计 按照我们的模式分别把它放到对应的位置 其实它跟这个product order shipping的区别 主要在几个小方面 第一个就是说它不光是一个单个的构体 比方说fund manager它既买又卖 然后它的产品包括fund和stock 当然还有其他的 对于fund broker而言 它的顾客是investor 他们之间存在着 存在着卖和数回 这里面就产生了大量的数据 首先是这些构体的数据 然后是产品的数据 最多的是他们的交易数据 只要发生交易的地方 都有交易数据发生 Transaction record 这个是我根据一个Milchew Fund 或者说其他的fund的数据 建立的一个数据模型 用来进行产品的product的分析的 实际上就是来 support customer select correct 正确的产品 这里面存在一个investor的data 和fund的product的data 之间存在一个匹配 这是performance data的organization 显然我们的data modeling 就是要让所有的数据发生关联 一种是在integration database的里面 把数据关联 还有就是在SS IS里面的cube 把数据进行关联 然后做相应的分析 从不同的dimension 下面我们就原材料准备完 也组织到位 下面就是用方法 来进行分析 其中的方法 主要有在产品选择的时候 最有用的 大家肯定也听说过 就是说数据只有在比较之后 才会interesting 然后meaningful 在选择投资产品的时候 我们准备采用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就对所有的指标进行加权 派分最后得到一个score 然后选择top 对于未来的预测 我们打算采用的方式 就是 liberation correlation 即moving average forecasting exponential smoothing forecasting 在原因果分析的时候 在原因果分析的时候 我们会采用 structural analysis 和cluster analysis 等等 我们的项目的管理方面 就是称之为环境方面 我们有计划制定 有文件share的google driver 有技术交流的wechat group 我们的雇主mec也在我们的wechat group里面 然后刘洁院长每周还组织大家开 group team meeting 周三的八点 迈克先生也经常抽空参加我们的会议 我们的团队 在星期二的下午两点 也会有我们的小的team会议 通过online meeting 好 下面 经过我们这个前面的工作 也是项目组成员的共同努力 我们许多的unit都取得了进展 并且取得了部分成果 下面就是进入我们的产品presentation 数据系统的产品 最终的最常见的方式的形式就是report 我们将根据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将选择其中的两个指标报告 通过不同的技术手段实现的结果 给大家做一呈现 叫relative strength index 和bollinger band 两个有关预测product price trends 的两个指标 首先就是SSIS单元的 在设计好的cube的基础上 对数据进行提取 然后形成报告 这是报告的截屏图 上方的为ballinger bands的图 下方为RSI的index图 下面有具体的table data 接着是powerbi的report 很遗憾我们的主员今天身体不太舒服 由我来代替他做汇报 这边是详细的表格数据 现在开始输入70年 接着输入中指年 然后输入运行就会出现结果显示 下面还可以通过滑标来调节时间 可以在上方输入 产品的products ticker或者ID 选择不同的产品 来解算 立即能解算出他的ballinger band的结果 下面还是由我代表我们的team member来介绍这个python部分的report 我们的team member刚刚有事 紧急要出去 所以我请大家不要嫌我太啰嗦 我来给大家介绍他的作品 这是复背后的背景数据 我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Nobody can see now 他现在开始选择开始日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在分享PPT的同学 声音太小了 我在检查 我在查怎么退出全屏状态 您现在是在分享你的 我要调整音量可能就要退出来 我想还是现在OK 你现在声音是OK的 我什么也没动啊 您在讲话吗 我没在讲话 他在放视频 你视频 你视频的声音没有打一个对勾 你的视频真要打成对勾才可以 是的 你能告诉我在哪个菜单吗 你就点那个share 你点share screen 你点share screen 你点share screen 整个弹出的界面来 你的左下角有一个有一个钮 叫那个那个share 应该是share audio 应该是就是那个那个那个 分别的去点了 OK 好的 股票指数也是一样的 可以直接输入在里面 好 这个就是Python report的部分 下面有我们的team member Grace 为大家介绍SSRS的report 现在我停止分享屏幕 不好意思 Bernie 刚刚那个前面那段基本的都听不见声音 你要不然可以再放一下吗 可以 就是刚刚最后那个那段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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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到的就是 你需要重新设计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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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这你摄计屏幕的时候 在share的时候 右下角有一个左下角有一个钮 要share你的audio 那是 就是share sound 你把那个选上就可以出声音了 hello大家好 我是foundpage的isda hello大家好 我是foundpage的isda 负责Panthon部分的数据分析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以Panthon为主的backend 数据处理和服务器搭建 然后我们就可以访问网页啦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 我用html5css ginger2和javascript 做的一个简单的网页 当我们看到business requirement之后 整个project是这样的 客户打开网页开始 他们会有一些选择 股票基金和index 还有开始日期与截止日期 并且要提供rsi 与boring band 下面我一一展示 首先我们讲一下流程 我们有对应的数据库 但是数据库里面的数据是没有经过处理的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使用的是经过计算之后的数据 那Panthon是用什么连接数据库的呢 答案是Sequel Alchemy 在我们连接到数据库之后 就需要把数据抓取到本地来进行处理 原因是每一只股票的数据量都不大 就算在本地处理起来都非常的快 我们从网页呢得到客户所想查看的ticker 开始日期 截使日期 之后呢网页以post的形式传入Panthon backend 也就是服务器 之后以变量的形式书写Sequel语句来获取datasets 使效率最大化 那么我们把从数据库得到的数据 以PandaStataFrame的形式临时存放在Panthon中 来进行数据处理 它并不需要很多时间 那之后呢我们再把计算过的数据 打包成JSON格式传回User端 这里呢我主要使用了ProtlyDash这个Panthon的功能包 来进行网页上的嵌入式数据可视化 首先呢我们使用以AAPL苹果股票为例 看屏幕左上方 我们看日期的部分 我们可以选择日期 也可以手动输入 这里我们选择2016年8月到2020年 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Candlestick或者ClosePrice的图像 到我们也可以使用拖啊 等还有鼠标滚轮来进行缩放啊 那么我们把鼠标放在上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看到了相对应的数据 现在呢我们看一下BrowingBand 我们重置一下看一个细点 看到了吗 所有的像BrowingBand的上啊下啊 把它们连起来就变成灰色的部分了 那在这里我们有三种RSI可以选择啊 呃那么我们这里就不一一解释了啊 我们就会在图上放上去 并且呢所有的功能都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实现 这里呢我们换成亚马逊也看一下啊 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呃我没有把所有的这个stock啊 index还有fund给分开啊 所有的一个空格都可以去填啊 只要找得到啊 它都会返回 就不需要你到处分别的去点了 呃股票指数也是一样的啊 可以直接输入在里面 好下面就有我们的team member Grace Lee介绍SSRS部分 好现在我停止下屏幕 好现在我停止下屏幕 我们介绍的是用SSRS来实现这个 这个RSI和Bollinger Bands这个功能啊 啊我们首先是要用这个 这个SQL Server Data Tools这么一个软件 来完成这个project 啊我们分了三个部分 首先是股票指数 股票还有基金 股票还有基金 这三个部分 然后我们分别相应的做出了这些啊 reports 那么在完成这些reports之后呢 那我们需要deploy整个这个project 在这个发布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网络浏览器上查看这个reports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选这个指数 啊我们可以从这个下下拉菜单选择 我们可以选RSI也可以选Bollinger Bands 我们这里的这个Bollinger Bands做了两种类型 一种是短期short类型 一种是长期这个long的这个类型 短期类型是10天啊 长期是120天 还可以查看基金 同样我可以选择ticker 选择相应的RSI 或者可以选择查看Bollinger Bands 我们最后呢我们还可以查看股票的股份 好 对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样查看这几个我们需要了解的指数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完成的只是一个初步形态 接下来我们希望能够对这个项目进行优化 能够引进更多的参数和features 然后使这个SSRS的功能实现最大化的一个优化 以上的这些知识呢 我们都是从刘洁刘老师的CQBI课中学到了 非常感谢刘老师以及Foundpage给我们这个机会 能够更好的实践所学到的知识 谢谢大家 下面有我们的team member月里介绍Excel Access Unit Hello 大家好 接下来我想要简短的介绍一下我们 Excel和Access小组是目前实现的 RSI和Bollinger Bands指数的可视化 我们主要运用到的知识就是在刘洁 刘老师Excel和Access VBA课 还有SQL Foundation用到的知识 以及在他的co-op实习项目中得到的实践的知识 首先我们的我们呈现是用的Excel的Dashboard 在我们的Dashboard的上面是有三个主要的分区 第一个分区是客户可以选择他想要看哪一类产品 比如说Sock Index或者是Nutra Fund 第二个部分是客户可以选择他想要看哪一个Ticker的数据 以及可以编辑自行定义数据的开始和结束时间 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运用Excel Pivot Chart 呈现的Bollinger Bands和RSI指数的图像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实践的在Stock里面 首先我们可以手动的输入或者是下箭头选择一个Ticker 然后点击Refresh它的数据就会指数就会呈现出来 然后我们改一下开始的时间 那我们的图像就会相应根据区间的改变而改变 下一个例子呢就是在Index里面 同样我们选择了我们改变了一下Ticker的名字 然后它的指数也会相应的改变 然后它的开始和结束时间会自动呈现在数据库中 这个我们数据的开始和结束时间 然后相类似的在Mutra Fund里面 我们首先改一下Ticker的名称 然后它的指数就也会展现出来 那以上就是我们目前完成的RSI和Bollinger Bands指数的可视化 接下来我们就会focus在优化我们的节面 以及添加更多的必要信息 像更多的参数或者是添加表格 以上就是我们的Bread Presentation 谢谢大家 好谢谢我们的组员阅礼 也感谢大家在线的朋友的时间 聆听我们这个组的一个汇报情况 最后我想跟大家说Data is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所以说我们整个世界都在充满了数据 就像今天我们做的这个Report本身就是一个数据 里面包含了图片信息数字和文字等等 谢谢大家的时间 我们也相信经过后面一段时间的工作 我们有理由坚信我们能够为你们呈现一个更加精彩的Final Presentation 谢谢大家